精神病院里男人随手拿起一个杯子 发现背地居然在漏水 他就顺手贴了个贴纸把水堵住了 没想到医生就要去学院了 男人惊呆了 当医生竟然这么想走 于是他转头就去考了个医学院 结果还真给他考上了 作为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 男人进校第一天就为师友认成了学生家长 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每天不是吃就是玩儿 最大的爱好就是拉着朋友去玩果肉比赛 说是一本本面 他偏偏这样 他还能考取校第一 把认真学习的学生搞起坏了 最可气的是 帕奇还老得吃嫩草 看上了班里的笑话 用脚想也知道 年轻貌美的笑话 怎么可能会回应他的爱意呢 帕奇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他想方设法和笑话搭讪 笑话鸟都不鸟他 帕奇并不死心 为了追笑话 他借着帮同学们补课的机会 把笑话分到了自己的小组 偷偷把假牙带到嘴上读得开心 可笑话只看了一眼 就抱着书离开了 帕奇还在做练习 故意搬来骷髅架 搞怪似的和笑话搭讪 或者穿上奇形怪状的连体衣 发誓要将搞笑男子到底 但不管他怎么努力 笑话依然对他毫无兴趣 直到这一天 其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平时努力学习的笑话 考了倒数第一 整天不学无数的帕奇 却考了全校第一 平生第一次 笑话对他刮目相看 不仅答应了他的约会 甚至还和他一起 在大庭广路下搞怪 帕奇成功追到女神 这让他的室友十分嫉妒 于是他直接向院长举报 说帕奇整天只会玩 压根儿不可能考全班第一 一向讨厌帕奇的院长 压根儿不在乎真相 接着考察帕奇 是否作弊的由头 他勒令帕奇在大餐之前 都不准解除病患 可叛逆的帕奇 怎么可能乖乖遵守规定呢 当天晚上 他就带着书花 一起移民房 医学生偷偷留起了民房 往病人手里塞了把枪 接着谈谈病人的脚趾 把他叫醒 映入他眼帘的 是无数无彩低分的气球 祸床已久的病人 见过这场截 拿起手枪的反射击 气球在他的子弹下 他可爆炸 病人感觉坏了 这是他住院以来 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巨大的动静 引起了外面护士的注意 可护士长却暗示他 什么也别管 原来帕奇早就不是 第一次这样做了 作为全医院最和蔼的医生 他一直希望能帮助 所有病人学院 比如有小孩想看小丑 他就会戴上冠场 用了红小球 扮成小丑的样子 逗他不开心 要是有信教的病人不开心 他还会装扮成天使的模样 大清早出现在人家宠头 大声浪送上惊 如此为病人着想 帕奇当之无愧 成了最受喜爱的医生 但这却让院长十分反感 一辈子严肃冷凑了他 认为医生就该是冰冷冷的权威 至于病人的心情和喜怒 他并不在乎 为了惩访帕奇 院长乐令他休学一年 在家繁星好了 再回来上学 可帕奇哪里待得住 他想 既然院长不准他进医院 干脆自己开一家不就得了 而且他要彻底为病人着想 开一家免费医院 帕奇说干就干 第二天就带着女友 学好了医院的地址 知道他的计划后 很多朋友都跑来帮忙 有些是之前医院区的病人 有些则是和帕奇交好的护士 很快 帕奇的免费医院就顺利有工了 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 帮助病人的机会 在普通医院 因为医保卡过期 无法看电的母女 因为贫穷 不得不在社区医院门口 大派长龙的病人们 帕奇也会通通捡来免费医院 在这里 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医院 来斗病人开心 帮他们进行更好的治疗 但与此同时 医院的物资却越来越少 就连最基础的酒精和棉签 都消耗殆尽 为了弄来物资 帕奇只好把主意 打到了自己的老冬家身上 他让朋友假装上尸体 假借转运的名义 在病床上缠满了纱布和酒精 可就在拐弯时 医卷纱布却不小心掉了下来 护士们虽然因为和他关系好 可以装作视而不见 院长却没这么好的脾气了 他把帕奇交去了医院 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巨大的悲剧 却在悄然发生 原来今天上午 有一个奇怪的病人来过医院 帕奇认出他是之前 因为戈瓦尔住院的老患者 以为他也是因为没钱 所以来自己的医院免费治疗 便放心的 把这个病人交给女友照顾 谁知道 这天晚上 病人就打求助电话 把女友请去了他家 用一枪结束了两个人的幸运 直到这个消息后 怕其崩溃了 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和女友的善良 居然落到这么残酷的下场 瘫痪多年的老太太 突然被推出病房 医生居然在外面 为他准备了 满满一泳池的面条 老太太惊呆了 因为这正是他 从小到大的愿望 接着 医生们帮他拿开盖毯 将他抱进了泳池 他就像个孩子一样 和医生在里面手牵手跳舞 甚至捞起满满一把面条 浇在医生头上 这是老太太生命中 最快乐的一天 但医院却要因此开除了医生 怕其觉得 这简直不可理喻 就在这时 另一个噩耗传来怕其而变 他的女友 刚刚被病人残忍杀害 相继的打击 让怕其无比绝望 因为当初 女友正是在他的劝说下 才觉得用温情和关怀的方式 对待病人 但谁也没想到 这居然害死了他 羞愧的怕其 不敢在女友的葬礼上露面 只敢等所有宾客都走光后 才偷偷来到女友的墓前 他从怀里掏出 给女友念了一半的情诗 没想到 在年时 已经是天人永和 怕其不舍地 闻了闻女友的棺木 他不知道 如何继续接下来的生活 爱人离世 工作失业 怕其觉得 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来到了以前 和女友常去的悬崖边 绝望的他凝视着脚下的深渊 无数次想一跳了之 可这时 一只蝴蝶 却悄然落在了 女友送给他的包上 怕其看待了 蝴蝶似乎是感应到了 他的绝望 轻轻飞向了他的一金 似乎是在鼓励他 继续活下去 怕其看着蝴蝶 不禁热泪盈眶 他抬起手指 轻盈地放飞了蝴蝶 一如放走了心里的苦闷 怕其回到医学院 拿走了自己的学生档案 他让朋友仔细看了 才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违规 最可笑的是 院长写的开除理由 居然是过度快乐 这不春春扯淡吗 怕其发誓 要和院长抗中到底 他直接找到 周一药工会的校园法庭 通过上诉 想让院长博会开除的指令 开庭当天 院长指出 怕其开设免费医院 无执照行医 但怕其却说 只要能帮助到别人 又何必在乎那一张执照呢 在他受到一半时 一群意外之客 突然来到了法庭 那些都是以前 被怕其治疗过的小朋友 他们不约而同的 都拿出以前怕其 逗他们开心的红球球 带在鼻子上 用这种沉默 却充满力量的方式 来支援他们深爱的医生 或许是被怕其的演讲说服了 也或许是被这些 温暖的孩子们感动了 最后 医委会驳回了院长的 开除决定 一致同意 让怕其 不在于学业 毕业典礼那天 叛逆的怕其 特意阵控上阵 光着屁股 穿学师服领安了学位 而他 也将这份叛逆 一直延续到了工作 这是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 《心灵点滴》 其中 怕其医生的原型 在工作后 再次建立了一所免费医院 为超过一万五千位病人 提供了无常治疗 而他本人 也因为经常带着红鼻子 都还这么开心 被亲切的称为小丑医生 就如怕其一直主张的观念 医疗不仅仅是给生命以时间 也要给生命以尊严和快乐 而这 正是人与动物的 区别所在